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m 欢迎收看五分钟的快学系列 本篇文章有完整讲解版本 非常欢迎各位的收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是北市第一枪 12月起禁用一次性的饮料杯 新闻来源是台北TIMES 台北 says it leads the nation in heating plastic bank codes 我们会学到这五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禁令 禁止使用塑胶的塑胶杯的禁令 连锁饮料店、缓冲期、现有的库存 还有循环杯的这五个单字 阅读技巧会学到这三个阅读技巧 首先是看出123分类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 还有找出形容词 第一个形容词是名词加上whitch 第二个形容词是名词加上who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四个单字 五个 第一个单字是bang 各位要知道这个很像是枪的 八色 煸、bang、禁令、禁止 不要再过来了 bang 接下来连锁的饮料店 这个叫chan beverage shop 它的音节是这样子的 chan beverage shop 缓冲期叫buffer buffer period buffer period 就是缓冲期 就是说把现有的库存 remaining inventory remaining inventory 各位这个remaining就是现有的 inventory 这个就是库存 现有的库存把它用掉 接下来下一个单字 我调整一下画面 各位不好意思 这真的不好意思 循环杯有了 各位循环杯的英文叫reusable cup reusable cup 循环杯 接下来长句阅读 非常非常长的一句话 the ban is to apply to chain and non-chain beverage shops which would be given a buffer period until december to use their remaining inventories of plastic cups evaluate alternative cup materials increase discounts for people who bring their own cups and consider a reusable cup loan service 非常长的一句话 念完都被穿苦涯 来那各位这个 你远远的看 你就会发现这边有蛮多 蛮多的这个dol点 至少三个 那dol点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断句的一个讯号 等一下我们就是 立到dol点来做断句 那各位如果说 各位再多看一点的话 后面会看到end 那各位如果说 你看到end 你就会知道 这边总共按照动词 来分成四项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 它要说有四件事情要做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四件 这边 这边是一 第一件事情 再来是第二 第三还有end是还有 还有第四 所以这个句子总共要讲四件事情 OK 好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文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来吧 那我们把它切断 这个来做一个断句 首先第一个 这个就是这个禁令呢 ban这个单字禁令 要去干嘛 is to 这个b动词加上to 各位要知道 它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它是未来式 可是这个未来式表示 动作即将要到了 非常非常快 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动作 它有一点 会做的机会很高 就是说它的发生的时间很短 很快就要做 再来就是它有就是要即将要的概念 就是有一种强 有一点点强势性的感觉 所以这个禁令就是要即将要应用 apply是应用 应用到连锁跟非连锁的饮料店上 chain beverage shop 这个是饮料店 好 再来 接下来下一句 which would be given a buffer period until December to use their remaining inventories of plastic cups 好 那各位这边有一个which 各位which一看到 各位要知道 它在描述前面的名词 这个形容词出现了 名词加上which 各位你要知道 它就是等于形容词 好 所以这些饮料店 什么样的饮料店呢 就是会被 被怎么样 被给予一个buffer period 这个就是缓冲的期间 直到12月 要去干嘛呢 使用掉他们剩下的inventories 把剩下的库存把它用掉 什么样的库存呢 plastic cups 把剩下饮料杯 塑胶杯的库存把它用掉 各位这个缓冲期能够做的事情 第一点出现了 缓冲期能够用的 来 一就是把库存把它用掉 好 来 再来到点后面 evaluate alternative cup materials 第二点 评估 评估什么呢 另外的替代的饮料杯的materials 这单字是材料 另外的饮料杯的材料 各位这个是第二点 再来第三点 increase discounts for people who bring their own cups 这个是第三 and后面接了是第四点 and consider a reusable cup long service 总共四个动作 来 那我把这个颜色稍微互换一下 来 各位这一句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形容词 在这边是名词加上who 会等于形容词 好 来 那形容词出现在哪边 出现在这一句 好 来 那我们看一下单字了 增加 增加什么 折扣 discount 折扣 给谁 给人们 好 什么样的人呢 带了他们自己杯子的人 所以第三点 你增加折扣吧 增加折扣 给有带杯子来的人 再来第四点 来看一下单字了 第四点 考虑 第四点 考虑一个循环杯的租借服务 reusable 重复使用的long借款service 各位这个终于解读完毕 非常长的一句 那各位这一句 我再重念一次 那各位再重念一次 你就顺便复习 我们这次教到的一个阅读技巧 找出1234 找出名词加上which 找出名词加上who 有两个形容词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复习 全部的单字刚 各位刚刚有没有印象 好不好 来 The band is to apply to chain and non-chain beverage shops which would be given a buffer period until December to use their remaining inventories or plastic cups evaluate alternative cup materials increase discounts for people who bring their own cups and consider a reusable cup loan service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5分钟快学系列 那记得有完整版本 各位要记得去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Bye Bye I will see you guys